据报道 日本前首相安倍G3日前在采访中称 坚于俄乌局势 日本国内应该探讨与美国合共享相关问题 美国应舍弃在台湾问题上的模糊战略 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近期日本个别政客接二连三在台湾问题上搭访决词 妄议中国内政 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战败 台湾回到中国的怀抱 但日本国内一些势力觊觎台湾之心不死 对于近代穷兵独武 疯狂侵略扩张 野蛮殖民奴役的历史劣迹 非但缺乏正视和反思 还企图借渲染炒作周边局势 来谋求自身的军力突破 日本政客近期频频发表涉台谬论 甚至公然发表违背本国无核三原则 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义务的妄言 抛出同美国合共享话题 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 阴魂不散的危险动向 台湾是中国的事 不关日本的事 我们强烈敦促了日方 深刻反省历史 切实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 和迄今的承诺 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 停止挑衅滋事 可抡已经 Але cot写了 东方在我们的目标 判断 对 岸 取 可抵 正 离